先绣来缝制耳心,嘴巴,肚子以及手掌的部分 我们这里先来缝制肚子 两股线,竖像排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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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边的耳心以及掌心的部分大家就使用同样的方法缝制 这里呢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 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大家如果线还没有用完 我们可以直接将线拿过来缝制我们的结利袖 大家如果线用完了呢我们需要另外曲线来缝制结利袖的部分 我们将针向上穿过来从圆孔的位置中穿过来 用手拉住线接着再将线在针上缠绕两圈 两圈绕好之后我们将针从出针位置旁边向下入针 收紧针上线圈 将针向下突出 这样我们一个结利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个 我们将针从上方穿上来 将线在针上缠绕两圈接着再从出针位置旁边向下入针 收紧针上线圈 将针向下穿过 接下来大家就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来将两侧手上的结利袖部分进行缝制 这里呢教一下大家断线 我们要将布料翻转到背面 用针条起小部分的绣线或者绣布将针穿过 接着再将针从后方线圈里再次的穿过 收紧后方线圈 这样呢就是我们结尾打结的方法 将结打好之后我们用剪刀将线剪断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们竭力修大家也可以打一个结 一个结呢就是我们将线在针上缠绕一圈 然后我们从出针位置旁边向下入针收紧线圈 这里呢我们一股打一个结或者打两个结 都是可以将我们的图案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再取出五号的蓝色线 这里呢我们要来缝制这里的图案部分 我们比身体上的图案部分 这里呢拉一根线 就可以将我们的图案盖死 这样呢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再避免收针打结 这里呢我们可以将针穿到 我们已经缝制好的图案当中 然后呢再调起线进行打结 接下来呢我们再取出四号的红色线 我们这里要用红色线来缝制 爱心比中间的图案部分 以及我们上方腮红 还有这边橡皮的图案部分 同样都是用两股线端面绣来进行制作 咱们再调起来呢 yep 你这边烦饰了 这个想法 还好 跟个 был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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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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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